一百空四年度 中学所得税 为五月以后开始进修 也因为很多公司 企业在今天进行劳动再次报告 所以不叫春了很多来补水品种 另外今年的中学所得税 也有做一些条件 提供标准考虑业 主要是要来检查中级收入和特殊家庭的负担 一百空四年度 中学所得税 为五月以后开始进修 也因为有这么多公司和企业 都算在今天进行劳动再次报告 是由国税局尽量加息来报税的民众 今年申报一百零四年中和所得税 结算申报 是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 那五月一号因为适逢星期天 所以国税局的申报收件是从今天五月二号开始 这次的中学所得税 从来可以用到各种相同的方式来报税以外 又退出用更报告新报的方式 让民众保税更加便利 今年为了提供更便捷 更多元的申报方式 除了以前我们用的自然人凭证 金融凭证 以及简易的凭证之外 今年多加了一个健保卡凭证 让我们的报税更便利 另外今年中学所得税 也做了担保条件 提高标准的考证 是减做了中期收入好 及提出家庭的负担 要修正的部分有个人标准扣除额提高到九万元 有配偶者提高到十八万元 另外薪资特别扣除额及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提高到十二万八千元 来减低中低收入 薪资所得 以及特别禁欲的家庭租税负担 一百空四年多 中学所得税 六岁期间 从今开始到九月三十一号 免账都在八十一天 我将在委内进行来报税 这边有进户发情 记者继续上次报到